歡迎收看小明星 綜合藝術 然後我有一個部分 就是要寫文章 寫故事 寫詩詞 凡人同學給我評的分 全部綜合起來 我是全班最高分 優良學生榜 連續兩年半 沒有下來的 對不對 妳很老的… 妳很老的…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好年輕喔 今天要聊這個話題 好像又是爸爸媽媽心中永遠的痛 什麼 為什麼會是痛 因為講到留學 妳以為去國外讀書是不用錢的嗎 妳也不要這樣再陪回來 會幫妳賺錢啊 狀況是這個樣子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剛好這一陣子 台灣不是就說了這個 這個教育出了一點問題嗎 對不對 台灣在這一年裡面 即將要少掉 50個科系 真的假的 50個系 從此就不見了 天啊 那很多爸爸媽媽們 就會很緊張了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是 今年剛好是十年來 念書人口最少的一年 為什麼 孩子越生越少嘛 對啊 小子話很嚴重 我現在這個由黑轉紅 以前人家說什麼 我未婚生子生四個 有沒有 還不趕快掌聲鼓勵妳 對… 你不要嚇人家啦 人家第一次還錄影啦 來…不行 因為我生氣了嘛 嚇我一大跳 趕快介紹今天的來賓好不好 對…剛剛那些是我們的 高中生代表 但我們來賓們跟我一樣 從國外回來的 歡迎第一位Julie姐 歡迎你 大家好 我是Julie 再來是陳奕如大帥哥 謝謝… 陳奕有誠意 再來是陳語蕎 大家好 我的語蕎 再來余香全 歡迎 還有專士台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厲害… 這個語蕎是 這樣的單元是來第二趟 對 第二次 是 上次是跟大家講 國外有什麼好 這一次我們不一樣了 他們都覺得國外好 我們這邊一片慘兮兮 當年的辛苦血淚誰知道 沒有…各式各樣的事 總是一提兩面 有好它肯定也會有壞的部分 也是啦 對不對 我們簡單讓他們介紹一下 他們在哪裡唸書 Julie還是怎樣 我是初中跟高中在日本 日本 對 然後我大學在美國唸 也還好 不過就是畢業沒有做過事 那也是很幸運 對啊 結果妳唸完書 然後畢業之後都沒做過事 所以這就是我要告訴你們 如果說你們決定 將來要很快結婚的話 就不用出去唸那麼多書 高中畢業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可以給 對面20位很好建議 因為我是台灣高中畢業 才出國唸書 對 最難了 而且對面有一個我的學弟 就是建國中學的佳德 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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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德很有名耶 重點不是佳德 很有名耶 現在佳德也很有名耶 賣鳳梨酥 佳德是鳳梨酥 因為就是因為建宗的學風太開放 我從小體學兼優 然後上建宗以後 是 瘋了 完全不念書 然後我有考台灣的大學 但是考到完全是最後面電車尾 然後爸媽就很生氣把我送出國 所以那時候我選了 本來要送我去舊金山 因為我爸爸弟弟在舊金山 但後來我不想要被管 不想要被拘束 是… 我就說溫哥華好像是世界生活環境品質 都第一名的城市 連續很多年 比較沒人管 對… 對 比較沒人管 然後又有朋友在那邊 然後後來就去溫哥華念了大學 但是後來就很認真 三年把四年大學念完 然後再念研究所 對 因為不敢再出錯了 因為已經在台灣玩到爸媽很難過 其實他這一個狀態 是所有的小留學生 心裡面最盼望的 離開國中或者高中之後 我就出國讀書的原因是因為 對不對… 有嗎… 因為要重新開始 因為我前面三個出國 都是因為這個有沒有 沒有這樣子 回來 你冷靜一點 大哥 要重新開始 重新做人是嗎 在台灣混不下去更好 一如你是一個勾伊人 我們都不會講 那個不是重新開始 那個叫洗白 洗白 對 洗白 太誇張了啦 陳語喬之前有來過說 是在澳洲念書 對 我是國中就去澳洲 所以我是國小畢業 然後就開始到澳洲讀書 然後一直到大學 然後有一年就去日本 很奇怪耶 因為盧洲太近啊 洗不了白 洗不了白… 更乾淨一點 因為那時候捷運還沒蓋好 對… 余香圈 你是在哪裡念書 我在加拿大 也在加拿大 也是Vancouver 對 也是Vancouver 你的故事 其實我們在台灣報紙看的 你是說 你是留學生裡面 有故事最多的人 其實我不只加拿大 我不只Vancouver 我還有Coclon 就是我搬了四個地方 四個地方 孟姆也才三千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四千 搬到四個不行 你看我特別喜歡聽這個 因為那時候… 其實台灣非常有名的是 白小燕的案件嘛 然後那時候有警政署的人來 跟我爸講 他們在他的窩 收到一本布子 那個壞人的窩 請進行的那個 對 收到一本布子 上面有我們家的地址 還有我們三個人的名字 就是住哪裡 我起雞皮疙瘩耶 我爸媽…一聽到 我們本來要去美國的 可是他一聽到 馬上把我們送回加拿大 因為那時候加拿大是最快下 這是好爸爸 好爸爸 這是好爸爸 為什麼你知道 一般聽到這個消息 很多父母親 就直接自己殺到溫哥華 他沒有 他留在這裡 余大哥是做對了… 真的是因為這樣子啊 對 真的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國一還沒有 很倉促會不會 我記得國一好像讀到… 讀到半學期就走了 天啊 馬上就送出去了 其實我出國 欺負我的反而不是… 反而不是外國人 反而都是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是放胖的 你真的不知道啊 你真的有外表 看著這麼討厭的討厭嗎 不知道啊 其實祥全 因為我們真正了解的 他是很好相處 他超好笑的 一個傻哥哥 然後就是每天跟你一起玩在一起 怎麼會被排擠呢 怎麼會這樣 就是那時候可能比較胖吧 年紀小 我那時候150 我記得我那時候150幾公分 然後好像70幾公斤吧 然後就肥肥的啊 然後就反而都是 然後我媽記得把我們丟到白人去 差一點 差一點 那個差一點 身高150 體重150 那時候真的很可怕 150幾公斤 150幾公分 台灣70幾公斤 對 那麼在北京有這個水立方 有沒有 游泳館有沒有 台灣有人立方 沒那麼尷尬 沒有那麼尷尬 沒有那麼尷尬 對… 所以這個當中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等一下好好跟你們分享 對啊 溫氏 凱琦 請問你是 當時在哪裡念書 我在美國 但是我在東岸跟西岸 一開始先到洛杉磯 然後再到二亥二州去 那是因為考到學校的關係 不是 我跟他們比較不一樣 對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他們的故事 我就發現說 跟他們比起來我好羨慕他們 因為我是為了圓夢 但是圓我父母的夢 所以等於是因為我小時候 因為家裡環境還不錯 我剛好看到我的學妹 父親美工的學妹在那邊 因為大部分人準備要到國外念書 因為覺得說念美術的到國外回來 以後對不對 你的環境才會比較好 可是因為家裡面出了狀況 所以家裡面父母就一直覺得說 沒有辦法讓你去念書 覺得很可惜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是 這個方法就是 我們去遊學好了 去遊學回來以後 拿一張簡單的證明 我從國外念書回來了 好 你就不用擔心了 可是沒有想到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去到那邊以後 突然間就一直轉彎… 就沒想到一待就待了十幾年 十幾年 很久耶 剛剛講的那是野大 你知道嗎 就是所謂的鐵基大學 你去 你不要這樣 重點它是要看你的 你有沒有那個… 戶頭裡面有沒有錢 一開始都是這樣子 但是後來 還要那個存款證明 那是一定要的 怎麼那麼謙虛 那是一定要的 對 院子國際學生一定要的 我申請學校的時候 他們要存款證明 對啊 可是因為我們家小孩 申請不同學校 然後要這樣弄就很麻煩 結果就異想天開 就把爸爸的報紙記去 就有他的都記去 所以 然後這看起來狀況很多耶 你那個 你報紙你要記對的嘛 你怎麼裡面有欠稅的也記 來 我們現在來講 對 國外留學的優點 Top5 對 因為這個其實是 高中生他們我們統計出來的 對 他們認為是這樣子的 以為留學是 學風自由 課業壓力小 右邊這邊馬上搖頭了 而事實上是什麼呢 請看 來了 來…打開 現實想畢業難如登天 沒錯… 是不是… 大學考得很困難 但是畢業很容易 對 對 就像你們如果好好念書的話 你念一個好的大學 你很快就畢業 這一定的嘛 對 可是如果你在國外要申請學校 比較簡單 是進入好的大學 可是你要畢業真的很難 它的淘汰率大一來講的話 真的啊 這是一般喔 對 對 如果你念到比較難的科系 譬如說醫學的部分 電機什麼那些 對 尤其是電腦工程這種 專業的 大概都會被盪掉五千 工程 而且其實在美國 你如果是當地人的話 你高中 讀到高中都不用學費 但是大學就開始有學費了 是喔 但是國外他可能就會說 爸媽媽就會說 你讀大學了你要自己繳學費 沒有…高中以前都不用學費 都不用學費 為什麼 我不是 我不是 他是外國人 中中都有會錢給你喔 有…有收到 謝謝 不是 那不用學費 妳拿那個錢拿去哪裡 不是 我是外國人的身分 當地人才不用學費 但重點是很多時候可能大一 大家同學進來認識了 十個同學好了 但中間可能就會有人家境不夠好 自己賺的錢不夠 他就休學去打工來付自己的學費 是嗎 是這麼辛苦的一件事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 剛剛一開始講 因為為了圓夢 存了一筆錢 你要證明有 可是後來家裡出狀況以後 怎麼辦呢 想辦法打工 但是剛好是學廣告的 你知道嗎 廣告還有一個問題 學費很貴 裡面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像我們廣告裡面寫的文案 我們又不是美國人 他突然間要你寫很多的文案 都必須要是 這些禮語你都沒有學過的時候 或是相關語沒有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很辛苦了 所以你成績再怎麼好 你想要畢業的話 如果你不懂這些的話很難 對啊 對 翔全沒有這個問題 他直接去就已經是想畢業 難如的天 說畢業太沉重 說畢業了 你有畢業了嗎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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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一千 你看 我也想台灣的報紙是怎麼樣 這好事不出門 是傳見你 隨意如招勞 外交談 吳宗憲搞笑回應 其實在溫哥華 因為其實華人太多了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同學要加油 然後就有一個外國人在加油站 然後他好像有一點喝酒 然後我跟我台灣朋友在講中文 他就學我們講中文耶 然後我要進去繳錢的時候 我就跟裡面的人說 那個人想要上我的車 是… 然後他就跟他說 你離開這些小朋友 你不要煩他… 對 然後那個人才就是很憤怒地走掉 他走的時候有講話嗎 他有說 媽媽這個情緣 因為他那時候 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一次 其實是最後 那是我最後一個學校了 然後我媽媽 你要想我媽媽在台灣她是 大家都認識她 大明星 然後他去那邊的時候 那是最後一個學校 他帶了一瓶紅酒 他拿了一瓶紅酒 然後用他比較稍微破一點點的英文 他就跟校長解釋 因為你已經要被勒利英退學了 已經要被勒利英退學了 而且那是最後一個學校 沒有學校給我讀 沒有 已經沒有學校給我讀 然後他就拿紅酒給他 然後跟他講說 Sorry啊 買算之類的 然後我看到他這樣子 他這樣一直講… 求情 他哭了 邊講邊哭 邊講邊哭 我當場的時候我也哭了 然後校長那時候其實 其實看到我 他就說 You should do this earlier 就是你應該早一點做這個事情 沒有啦 早一點拿酒來 早一點… 很認真讀書啦 沒有… 但是我那天是 上次在家裡打麻將 媽媽有講過這個事情 對 然後雅萍姐是哭到昏倒在地上 校長跟她講了 竟然會講中文 講中文喔 好 酷喔 校長 校長一直咬媽媽 醒來吧 雷夢娜 為什麼是雷夢娜 怎麼會 沒有啦 憲哥 沒有啦 雷夢娜 我求你醒來吧 雷夢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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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醒來吧 雷夢娜 我求你再唱我一頁 好了 校長中文這麼好 校長中文超好的 還會唱中文歌 校長也是留學生 雷夢娜唱到完 沒有… 夢娜 回到路了 媽媽是很感動的女生 很辛苦… 然後從那個 宇喬你什麼態度 人家沒畢業 你畢業了不起 你知道嗎 人家畢業… 剛有拍手 恭喜雷夢 所以後來我就去讀Adeal School 就所謂的成人學校 我在那邊拿完高中學歷 然後才讀University 把它認真的念完 是 就讀完這樣 就讀完 也算對家人去交代 對 沒有 我覺得是因為台灣的大學 我不知道 可是在加拿大的大學就是說 它會定期的寄那個成績單 給家長 就是說如果你有紅字 它就寄來了 就警告一個 兩個警告 三個警告退學 警告 超恐怖的 目前聽到這邊 對啊 高中生有問題想問問對面這邊 有問題想問的嗎 讀書的圈 來 誰 來…佳沛 我常常在FB上面就會看到 最近不是有在傳那個 就是各國學校上課時間的 那個對照表 然後就有發現台灣學生 上課時間是最久的 就是很 我想請問就是 國外的大學上課時間都很短嗎 這是我的問題 上課的 台灣的學生壓力真是最大的 應該是每個國家 我覺得方式不一樣 日本也很緊 對 韓國也是啊 日本也很多 可是我覺得是台灣上課的時間長 太長了 對 然後可是 我覺得國外的公課比較多 澳洲好像是最舒服的 澳洲 妳也可以一天上四個科目 然後妳其他天不上課 對 就看妳怎麼選 選課 對 妳怎麼選課 自主性最重要 妳要自己安排自己上課的內容 雖然我們平常沒有上課 但還是要去文書館做很多研究 或是做很多報告 我們是很多報告要做的 也講一個文書館圖書館 研究研究 沒有 現在那個都知道對不對 他沒有說表演 沒有 我沒有說表演 還有誰有問題 誰 誰有問題 如果被教授當調 妳要怎麼跟他求情 沒有辦法求情啊 從修 就是從新再修行 現在你們要余翔泉如何是好 他就是求情來的 OK 我們沒有辦法 對 什麼求情 不是 不是我回台灣 因為我寒暑都會回台灣 看拔嘛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我都會 我都會帶台灣的 比如說火車站買的那種小禮物 上面刻有中文字的 就是他們很喜歡那種小東西 我都會送給他們 所以是賄賂的意思 也沒有啦 就打好關係 打好關係啦 來 你要唱幾句 我都會唱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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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好厲害 這米飯很可愛對不對 走遍到山頂海邊 阿霞頂出會開手 來 看下一個… 對不起…忘記了 Top5 Top4 高中生以為留學是 來囉 朋友 吳國姐 可以交到很多老外的朋友 然後從說很開心 有沒有 那個… 招生廣告有沒有 都幾個黑的… 黑的白的 然後我們怎麼亞洲人走在路上 依照比例分配 然後拍完照 然後笑…笑笑 這樣 拍完離開 我看過最牽強的是有印第安人 他們很過分 然後就這樣擺著擺著 我從來也沒看過印第安人 沒有 真的沒有看過 對 而且他安排在海報上 還真的就只弄個褲襠 然後就沒有了這樣 這簡直就是文化歧視 真的嗎 沒有 印第安人才不會穿那樣出門 現實是什麼 來 給你們看一下現實狀況 真實狀況 真心幻覺情 天啊 這套文字 不好意思 這我爸的歌 朋友是有 可是他們 日本問題沒有那麼大 因為妳看起來像日本人 我跟你講憲哥 他們是最排外的 最排外的 他們都叫妳該進 對 而且我是從初 我等於是從六年級畢業之後 就開始念他們的學校 就進他們的地方 超排外的 我光是一個姓 就是我的中文姓 擺在我的名牌上面 他們都覺得我是個怪人 這樣就不行 對 所以就是比如說他們如果說 要選說我們三個人一個團隊 他們就不會選你 他們就不要跟你一組 對 玉喬之前也是在日間 也是一樣 對 他們覺得妳是外國人 他們都會小聲說該進 不想跟他一組 我覺得最糟糕的是因為 霸凌真的很可怕 而且是我在初中那個時候 遇到的是最 我覺得印象裡面最深刻 我後來也決定為什麼我要換到美國去 是因為我去那個念書的時候 他們都有弄所謂的前輩跟後輩 Send by 後輩 然後妳看到Send by的時候 是一定要敬禮的 不管在任何場合 我以為只要在學校 因為沒有人教妳嘛 所以妳就想說 OK 那妳在校外 我在麥當勞遇到他們 我就沒有敬禮了 然後我想說 他們還過來跟我聊天 對 就跟我講說妳來…Send by來 好…就跟著去 女的 對 三個女生 然後就一進去廁所 他們就一個就擋住門 一個就開始抓妳頭髮 然後就開始打起來 三個人扭成一團 把人家麥當勞那個廁所的玻璃 全部都打破了 真的好誇張 然後一直到麥當勞打電話叫到警察 然後警察來才把我們帶走 我小時候就被霸凌得很慘 對啊 真的 其實在溫哥華 因為其實華人太多了 然後通常會到溫哥華的華人 可能大部分經濟基礎都還不錯 對 所以妳會發現在大學的停車場 可能外國人他們都是開 一兩千塊的二手車 破車 對… 都開破鞋 所以我覺得外國人會不喜歡 你們這些外來移民 外來人種 也是有一點原因 妳讓我們家 妳用我們國家的資源 妳們只是有錢 然後妳們就沒有那個道德心 然後有一天我就跟我同學要加油 然後就有一個外國人在加油站 然後她好像有一點喝酒 然後我跟我台灣朋友在講中文 她就學我們講中文耶 妳等一下要吃什麼 她就這樣 妳等一下要吃什麼 也就一直妳講話 她一直學妳講話 很討厭 對 然後…我就有點火 開始有點跟她吵起來 然後她就開始說 妳有車很好啊 我可以上妳車不是要吃飯嗎 或幹嘛的 然後她就要上我車 無賴 然後我要進去繳錢的時候 我就跟裡面的人說 那個人想要上我的車 然後那裡剛好是捷運站長 有一個站長在那個附近 他穿著制服 是… 然後他就跟他說 Why don't you just leave the kid alone 你離開這些小朋友 你不要擁他們這樣 對 不要煩他… 然後那個人才就是 很憤怒的走掉 就真的跟著我的經驗 不太正常 其實她是後來一次好像聽說 她很想學中文 她走的時候有講話嗎 她有說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Win 你有毛病嗎 不好意思 對… 不好意思 Angry Bird 你也玩Angry Bird 你好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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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身理容跟悠揚學生堂 吳東線師傅你很厲害 因為我是讀綜合藝術 然後我有一個部分 就是要寫文章 寫故事 寫詩詞 結果她的班級制度就是 同學幫你評分 凡人同學給我評的分 全部綜合起來 我是全班最高分 妳主題是來說 我想要跟他們炫耀妳多慘 光臨 讓妳來炫耀妳多厲害 優良學生榜連續兩年半 Honorale對不對 兩年半 對啊 整個一年半是不對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我有被霸凌過 應該是語言上 特別是大學以後 語言上面的霸凌是比較多的 沒有 我大學還好 我是國高中比較嚴重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的小朋友 也比較不成熟 他們就覺得我們長得不一樣 他就會想要去作弄妳 我是直接被老師 因為我去了大學以後對不對 我拿那個設計課 老師直接一看到我 叫我做講演講 就說 我覺得妳的英文 不能夠處理我這一班 妳回去 他直接跟我這樣講 真的 對 那時候我就非常的受傷 但是他不知道 因為我是復興美工畢業的學生 我還是復興美工的高材生 結果發現上面 是代表學校來招生 你嘴不到了 成獎師之 設備方面 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我們才可以學長歡呼一下 1 2 3 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的基本工作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在國外的時候 他們教了很多東西 雖然我不見得聽得懂 但是就像你剛剛說的 我馬上我就展現給他看 就老師一看到我的作品 嚇了一跳 到最後 雖然前面開始都會用言語來霸凌我 到最後我是班上 唯一一個拿A的學士 刮目相看 沒錯 真的 我那個時候上課也是 因為我是讀綜合藝術 然後我有一個部分 就是要寫文章 寫故事 寫詩詞 寫文章 寫功課就已經夠難了 你還要寫詩詞 然後跟外國人去比 然後老師就跟我講說 我說我就是來… 我就是來這邊聽課 我要上課 我要拿學分 要畢業 他說沒有喔 你的東西如果不夠好 我是不給分的 結果他的班級制度就是 結果 那完蛋了 你怎麼這樣 白人同學給我評的分 全部綜合起來 我是全班最高分 我很厲害耶 中國工夫 是這一種 對不起 比錯邊了 真的嗎 真的 所以我就拿到全班最高分 而且還連續兩年 因為我大學讀兩年半嘛 哈囉 今天主題是來說 我想跟他們炫耀一下 國裡面也是 讓你來炫耀你多厲害 好不好 沒有下來 對 是不是 對啊 整個一年半是不對 你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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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在國外大學 就是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多快可以畢業 對 兩年半應該就是最快 已經是最緊繃了 來 看一下Top3 好的 國外留學生的優點3 高中生以為留學是什麼呢 是什麼呢 夜夜升歌派對跑不完 來 起始 感覺一下現實 大女生… 沒事… 我覺得派對裡面 一定都會有微禁品 只是說碰不碰是見仁見智 沒錯 見仁 就是腳輕鬆的世界 碰碰要看你腳不腳痴 現在就很多House Party 對 妳在那邊有每天晚上Party嗎 沒有 因為我不會 但是西雅圖還真無聊 因為是美國跟加拿大的這個 民風是不太一樣 西雅圖是好山好水好無聊 有沒有有五個好好 對 澳洲也是 因為我不會喝酒 所以就只好當那個開車的 就是載同時的去 然後因為同學們 他們自己也是怕危險嘛 然後喝了酒又不能開車 你就乖乖的去 然後載大家回來 這個我有一個非常 類似的一個經驗 因為一開始去就很熱鬧 我就覺得應該去那個 酒店去看一下對不對 結果才發現到說 這個人請你喝一點酒 那個人請你喝一點酒 最後混酒了以後 自己的酒力你不知道 結果我就坐下來 你被剪吃了 我都沒有 應該沒有人要剪我的吃才對 同學們一開始會覺得說 第一次到國外期很High 就覺得電視上這樣 也應該要這樣玩才對… 可是這時候我才發現說 我自己因為我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 但是我還是有知覺 可是我的朋友 已經整個人倒在地上 這時候你就看到那個老愛過來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講他是什麼膚色的 他就開始把他身上的 他就把他的重要的東西 全部都搜刮走了 對 其實國外夜店 真的比台灣還要更危險 更危險 非常的亂 雖然保鏢真的都跟熊一樣 而且你進夜店 現在在國外進夜店 已經像在進機場要X光了 要安檢 真的 因為在裡面實在太危險 我以前有朋友出去 就是在夜店有人開槍 就直接就旁邊開槍了 不要說那個直接打酒瓶 那太常見的 來 妳們有沒有 這方面的問題想問 婷兒 就是我看那個美國的校園影集 就常常會看到兄弟會 姐妹會 就是感覺天天在開派對 一整個很熱鬧 很享受人生的感覺 姐妹會我參加過真的很慘 都一點都沒有像妳影片上 看的那樣子 妳知道我們姐妹會進去的第一年 就是要做圖釘你知道嗎 椅子上被放圖釘 真的 它就是學校的一個傳統 那要喝酒嗎 要 妳一定要喝 而且怎麼喝法呢 妳知不知道那個洗魚缸的那個 那個管子有沒有 用那個管子先放到妳的嘴巴裡面 然後啤酒這樣子倒的 妳要能過那一關 妳就成為姐妹會的一員 真的不像電視 大學的姐妹會跟兄弟會 這一招最常用 而且最常出問題 這個姐妹會怎麼聽起來像制服店 太開心了 因為在國外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是很重視一個 所謂的我們的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不是妳要申請就可以進去 像我們如果是國際學生 我們要參加還不見得是可以參加 妳必須要從高中開始就待在那個地方 直接進大學的妳才有資格進去 或者是妳要有兩個人推薦 就是兩個人是已經委員在裡面 然後他推薦妳說妳可以來 然後妳就要經過他們的測驗 還有誰有問題要問的嗎 來 君威 我想請問 你們有在派對上遇到什麼艷遇嗎 艷遇 妳幾歲… 我18 好 成年了… 女孩子應該比較多吧 因為外國人大部分 對我們東方的女孩子 都有一種特別的憧憬 他都覺得女孩子 東方女孩子很神秘 而且很漂亮 而且他們的審美觀 跟我們的審美觀是不太一樣的 對 我們看他老外交台灣的女孩子 我們都好感謝妳 是的 對… 你為什麼要感謝他 對 祈願他們 他們的看法跟我們 那種狸貓換太子特別喜歡 嗨 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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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就是把外個都挑走 妳這種雙眼皮這麼漂亮的反而 沒什麼 真的 她的眼光真的很不一樣 我喜歡那種寬度比較突的 對 對 我在歐洲也是很不受歡迎 是嗎 真的 就是老外看到我就說 他們覺得我好像生病 因為太白 可是妳不是有被一個 外國的男生喜歡過嗎 對 我有被他喜歡 但是他是 他算是歐洲的後代 所以他不算是完全的澳洲人 但因為他我變成是 學校工地 我被關在廁所裡面 然後被倒那個水桶 就是被大家討厭 這樣就被討厭 就因為那時候好像是很多女生 都喜歡那個男生 所以真的就算有厭遇 有時候妳要是碰到 真的很流行的男生 妳乾脆還是離遠一點比較好 因為妳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姐妹會那些女生是很瘋狂 很瘋狂 非常瘋狂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好不好 要小心 不過也要先考上才能去參加嘛 好 不好意思 外國租規矩多 Judy送房裡有超怪異 國外租麻煩多 我曾經收過最誇張的罰單是 超好多喔 三四千塊耶 只開一個 我說的第二招罰單是為什麼呢 超太粒 為什麼 因為加州現在出水 要把灑水系統關掉 一個禮拜整個撒一次 所以你的草要這樣子淡黃色 我一氣之下把它換成人工潮水 沒有 你應該一氣之下 全部換成菜瓜布 再到我們的Top2 第二名 高中生以為留學是什麼事呢 人人都住霍格娃茲 瞎會 其實 國外租麻煩多 想到就覺得難過 住的地方就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了 問題真的很多 因為你要保養它 你動不動的可能有遇到好房東 有時候遇到壞房東 他們都不像台灣人這麼的近人情 就算他跟你說Say hello 嗨 很好 可是下個月他收不到房租 或者是說他怎麼樣的時候 他臉色就變了 而且很快就給你罰單 我曾經收過最誇張的罰單是 就是菜瓜布放在 就是窗戶 學生宿舍是不是 對 就是那個 讀書的時候 跟四個朋友一起住 然後有四個房間 然後我們都有共用一個那個廚房 洗完東西 你那個菜瓜布是濕濕的嘛 就把它放在那個玻璃上面 可是外面散步的一些人看得到 經過 他就看到我的菜瓜布 這樣就不行了 妳的房好多喔 三四千塊耶 這個第一個 我說的第二張罰單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自己的房子 對 然後寄了一張罰單說 吵太綠 不行 我一點都不誇張 太吵了 真的不誇張 不是吵太強是太綠 No 他說因為加州現在缺水 你不能這樣子灑水 你要把灑水系統關掉 一個禮拜只能灑一次 所以你的草藥這樣子 淡黃色 有這種規定耶 太奇怪了吧 然後罰多少錢 他罰我也是一百多塊 沒有 沒有… 最好一千都換成菜瓜布 對啊 第三張罰單 還有第三張嗎 第三張罰單 罰了我 我跟你講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管理委員會寄了一張單子 跟我講說 你們家的屋頂鳥大便太多 我們家的屋頂鳥大便太多 關我什麼事 對啊 為什麼要罰你奇怪 他就說因為那個鳥都會來那裡煮草 所以你要想辦法 這要怎麼想辦法 我怎麼想辦法 你會造成別人整個社區的觀感 對 不美觀 我那時候每天期待老鷹出現 其實基本上在國外 如果你租房子 大概就兩個月的押金嘛 如果說你一個月六百塊 大概一千二 其實我都會想 那一千二就 你不要蛇王會拿回來了 基本上 因為你在國外你住的可能都是地毯 只要稍微有一點污漬 它就會百般的就是阻撓你說 什麼這裡有點黑點 烤箱那個鐵盤烤黑了 都不行 你再怎麼刷 它租金絕對不會退你 租金 而且租金還很貴對不對 住的地方真的很恐怖 我還曾經住到一個滿靈異的房子 因為我們是全家移民 然後本來是媽媽跟我們一起住 然後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外婆受傷 所以他們 我媽媽就必須回台灣照顧我外婆 然後就變我跟我弟弟 因為那時候還是國中 所以也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己 就送我們去Homestay 那Homestay就很漂亮 就一整棟的房子 然後白色的 住的時候就半夜 我就跟我朋友在討論報告 就是一起在講功課的事情 突然間我們就聽到門外有人敲門 然後後來我跟他們討論完 我就跑到二樓問大家說 誰敲我的門 大家都已經睡了 因為其實一 兩點 對那邊來說已經很晚了 大家都十點多就睡 然後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又回我房間 然後繼續又在講功課 就沒有 講功課講到一半 門突然間又有人敲了 這時候我就有點生氣 我想說是不是 天啊 天啊 好可愛喔 嚇一跳 沒嚇到眼龍了 喂 神經病人 很煩耶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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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聲 然後後來我就用跑的 然後就衝過去開門 想說到底誰惡作劇 結果 沒有人 然後想說到底是怎樣 然後我隔天起來 我就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弟就說 誰啊 其實一直敲我姐的門 誰在這樣的話 然後就是我把它炸掉什麼的 就是講一些 開玩笑 對 開玩笑的話 結果他當天晚上 我就很早就睡了 然後我們就晚上的時候 我弟突然間就打手機給我 說 好可怕喔 我說沒有 改敲妳弟的門 對 就突然間改敲我弟的門 就超恐怖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有選修美術課 然後要畫那種很大幅的油畫 我跟妳講不誇張 我顏料都在那 就覺得超級 就是沒有原因 但是沒有 就是我不知道那怎麼了 然後後來因為 因為我家其實離Homestay沒有很遠 所以有時候我跟我弟弟會 就是開車回家 就是看台灣的節目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錄 都會預錄 因為有時候 因為那邊有差兩個小時 就想說錄影帶 預錄 然後明天繼續看 然後我們就睡 然後隔天我們放開來看 竟然有人轉台 真的嗎 不要再嚇我 有人轉台啊 有人轉台 也就是說他可能是從Homestay 跟回我們家 疑心生難鬼啦 我個人角度是 因為我不怕鬼也有 最好 那個國外留學在心中 以為留學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 英國風情真有趣 現實 文化衝擊嚇死你 文化衝擊這種東西就是 你只要被人家罵過了 被人家處理過了 然後你就知道我做錯事了 你知道有一次我就是開車 那時候大一 剛剛學會開車沒多久 然後就開在 因為我學校在山上 然後我要經過海邊嘛 然後我就開著那個海邊 它現實是60 60mine 對 60mine 可是我可能 才1.6 96 採了一下下 大概65左右吧 就忽然有一個那種探照燈 從我的車頂上照下來 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有直升機耶 對 太騙了 這是誇張 直升機用麥克風 我想說完蛋了 它是在抓什麼 對 他直接 他直接用麥克風 對 聲音跟講說Pullover 叫我 Pulling Miss Pullover 對 然後我心想完蛋了 對 我是要幹嘛 然後呢 你是不是就想說很緊張 趕快找我的駕照 因為你不知道嘛 你就趕快要翻車 她說 她以為妳要拿槍 拿槍 拿槍 她叫妳不要動 叫妳手舉 結果呢 她叫妳雙手舉起來 舉起來 所以妳都不能動 一直要等到那個警察 騎了另外一台摩托車過來 然後停到她 然後我說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她說沒有 她說妳超數 多5mine 對 我心想說 你們搞了上面兩個人 下面一個人這樣抓我 一個超5mine的意思是 真的喔 直升機是很少出動的 對 很少 這是很嚴重的事 對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直升機 因為她可能剛好就在那個海岸邊 一直在 車裡沒有寫字 沒有 沒有 You can get me Catch me if you can 沒有 後來我是聽同學他們在講說 沒有 她寫更可怕 她寫Try me 她寫Take me就好啦 沒有 是後來是有同學跟我講說 因為那條路上面常常會有一些販毒的 然後他們就是會追擊一些販毒人 所以他們就是隨機 然後看到你超速開得快 就把你車子攔下來 然後收一下機 其實因為在國外常常會有這種好萊塢電影情節出現 對… 現在有一次我就是去銀行 那時候跟我韓國女朋友 趕3點半 好棒 說實時那10塊 突然後面門有兩個人衝進來 我一回頭 好像好萊塢電影就包著黑布 手上拿著槍 一個跳到中間台上 No kidding 我沒有 No kidding 另外一個就在我的櫃檯旁邊 跳到我旁邊櫃檯上面 妳人在現場 對 她就這樣 Everybody F Don't move 然後有 Everybody don't move Don't move Hands up Hands up 那時候 我有說 電影情節嗎 然後我韓國女朋友 第一反應直接就這樣 怎麼了 怎麼了 對 對 重點 要馬上尖叫 完了以後馬上跑出去 外面有一個人接應是開車 三個人就跑掉了 跑掉了以後 那個時候我還滿慶幸他們跑掉了 因為我覺得如果警察來的話 因為我離他最近 真的 對 因為我正想看 我說真的我那時候也慌了 警察後來來問筆錄 每一個人喔 他就說你離他最近 你有看到什麼 我就說 我看到他戴了一個黑布看不到臉 他說他手上拿槍還拿刀 說真的到現在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太害怕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刀還是槍 其實到國外讀書 你只要有朋友就有個照應 就比較不會碰到 你知道有狀況了 他們就會說 注意哪一街有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靠近會危險或什麼 但是你要真的交到白人朋友 根本就是比登天還難對不對 其實真的滿難的 因為我覺得除非你是ABC或CBC 你比較可以融入他們的生活 就像我剛剛講 他們覺得我們是FARBS 你們是新來的 我們真的不太喜歡跟你們交朋友 不會 可是我那時候 可是我那時候在加拿大 一開始去白人區的時候 我交到全部都是白人朋友 所以我花一年的時間 認真的學英文 然後就有辦法跟他們溝通 所以就 因為都沒有 學校都沒有台灣人 也沒有很多的亞洲人 沒有台灣人 其實很少… 所以我想拿他們當朋友 然後還被他們欺負 咱們今天聊了這麼多 直接20位好不好 聽完之後 你還想要出國念書的 請舉牌 不出去了就不用舉了好不好 1 2 3 請舉牌 大幅減少 好 2 4 6 其實剩下7位 捲毛不去了 感覺很可怕 沒有啦 有很多好人啦 平軒 平軒 你們會想要送自己的小孩去嗎 你的已經回來了啦 我的已經回來 對啊 Julie姐的已經送出去了嘛 將來四位的小朋友 我覺得還是要啦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有這個機會 你才可以跟各國的文化 去做一個接觸 第二件事情 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你才會了解你自己 像我們剛剛談很多次 我們都被歧視啦 被欺負啦 你要去思考說 為什麼我會被歧視 為什麼我會被欺負 我覺得這個是 你沒到那個環境 你永遠不會去理解的 對 而且有時候被欺負 你反而能夠置之死地而後生 找到自己讀書最佳的方法 沒錯 然後即便大家不理你 你變成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 很勇敢 可以好好的讀書 對啊… 對 沒錯 而且念書的話 時間管理的話 在台灣是不用管 你在那邊的話 都要自己管 你要吃主性的讀書 孩子能大那裡讀完書回來 它對錢的概念很有 我總共有多少錢 我要生活多久 我總共有多少書 我怎麼樣把它讀完 台灣是給你一條魚 但是在國外卻給你一根釣竿 沒錯… 但是我並沒有給它釣竿 我給的是一艘船 一艘船 踩餐禮 我也有自己努力啦好不好 未來的路要自己領 所以要靠的就是你自己的啦 對不對 孩子們 如果到國外讀書沒有關係 我心裡面已經有準備 但永遠記得 沒錯 伸手不打笑臉人 對 然後遇到欺負 我們用笑臉面對你的挑戰 你就有機會了好不好 再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而且我們今天 Bearnyt 謝謝小伯母 謝謝小狮大家 employers 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小貴 像在某ecatique 小弟兄 小弟兄 呵呵呵ся